大家好 这一课我们来讲解一下逻辑值 以及相关的这个 逻辑函数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逻辑值 逻辑值在Exceler里面有两个 True和False True是代表成立 条件成立 条件是真的 False与之相反 表示假不成立 那么这两个逻辑值在函数里面 运用频率非常的高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听 好的把握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逻辑值 这两个逻辑值是怎么产生的 是通过什么渠道 什么方式来产生 可以通过比较运算符 可以通过信息的函数 和其他逻辑函数 来产生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函数 也可以产生 那么这里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以比较运算符 为例来看怎样产生的这个逻辑值 比方说 9 大于0 这个条件明显是成立的 所以它最后的结果是处 成立 真的 那么如果我反过来 小于 9 并不小于0 所以这个判断是错误的 是不成立的 所以是False 对吧 好 这是通过一些方式来产生这样的逻辑值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 直接书写 不需要任何判断 当然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少 但是是可以这样做的 好 这个逻辑值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看这个逻辑函数 逻辑函数这几课我们学习三个 第一个是and 第二个是or 第三个是not and是语的意思 or是或的意思 not是非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看这个and的解释 and 所有条件为true 则反为true 否则则反为forse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 在and的这个条件里面 所有条件为真的时候 才能为真 否则为假 我举个例子来说 假如小明这个同学 他一共考试 考七科成绩 七个科目 那么要求 每一科成绩必须大于等于90分 则可以评为优秀 小明的成绩呢 是每一科都是90分以上 但是有一科不是 就是英语 假如他英语考了89 但是其他都是90以上 最后他能不能被评定为优秀呢 是不可以的 对吧 虽然他前面成绩都很好 但是有一科英语 没有达到90以上 所以不行 那么这就是说 只要有一点瑕疵 他都不成立 有一点不行 全部都不行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按照他的用法 这里的要求是 要求两科成绩要大于等于90 则显示为优秀 两科成绩大于等于90 这句话已经表明了 一定要同时 同时的话就是一个语 的意思 那么所以我们想到了用按 按照这里面可以写的条件 可以有255个 最后可以写这么多个 就以现在的情况而言 只需要两个 一个是语文 大于等于90分 第二个就是数学 也要大于等于90分 同时成立 这个时候我们打 勾确定 然后下下停中 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成立的 它会为处 不成立的 它是boss 那拿这个而言 来说一下 1个A19 是90 90大于等于90吗 对的 对吧 虽然不大于 但是它等于 所以最后它是90处 b19 b19 99 99 代于90 成立的 所以两个为处的时候 它最后结果为处 那么我们看看 不成立的 比方说这一个 这个 第一个肯定是成立的 第二个呢 89 89大于等于90 是吗 不大了 所以最后结果是 foss不成立 那么在按的函数里面 只要有一个是foss 所以最后的结果 一定是foss 按一下 对吧 看的结果就是这个样 所以最后它的结果是foss 对吧 但是如果我们说 要写实为优秀 可以用到前面 写的if函数 当它的条件 判断的结果为处时 证明就是优秀 就写的u吧 否则那么就是 两个影号 为u 好 我们可以看到 凡事成立的 它就是u 那所以呢 这是and的用法 out的用法 是相似的 只不过 out的方式不一样 只要其中之一为tru 则反为tru 否则 则反为foss 这个意思是说 只要有一个沉溺 则最后的结果是沉溺的 对吧 跟这个and有点相反 and是 只要有一个不沉溺 最后的结果是不沉溺的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的其中一颗成绩为100 则显示有满分 这个意思是说 语文或者数学 只要有100的 最后的结果 显示为满分 那么我们可以同样用 o这个行数 语文等于100 或者是数学 等于100 往下填中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 有100的是不会显示处 有100的会显示处 100的会显示处 那么所以我们可以同一组 同样的定义 如果条件是处 证明有100 那么就是满分 那么如果不成 那么就是空 对吧 好 这是这两个函数的基本功法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not not呢 其实就是一个反的条件 如果你最后的结果是true 它会为你反回false 如果你最后的结果是false 它会为你反回true 对吧 反着干 那么看一下是不是 not 选择 确定 当时true的时候是false 当时false是true 对吧 就是这样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用的不太多 但是偶尔会用到 意思也很简单 我就不举例子来讲解了 好 下几课呢 我们来讲解下一些实例 好期待 如今 咱都 不许 不许